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黄丽杰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两岸ING 我们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 星期一 谈到近年来台海情势趋于紧张 最近出现中国大陆民众因应攻打台湾 抢买物资的心理恐慌 不过官方是忙于澄清谣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至于在相关的政治焦点 中国大陆针对反台独动作 最近将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 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 列为所谓台股顽固分子 要实施惩戒了 怎么样解读中国大陆这一项做法 另外谈到COVID-19疫情 其实过去这一年多来控制 还相对得宜的中国大陆 最近在一些省市出现了疫情反弹的情况 防疫措施是升级了 北京好像对外防控是如临大敌 这到底显示哪些讯息呢 这三大新闻焦点 我们在今天连线 中央社助北京记者邱国强 带来他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国强 您好 立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探讨过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一再宣称两岸和平统一 不过这几年中共军机是不断的绕台 那台湾民众就会这么的有感 会认知中国大陆是不会放弃武力犯台的 而外面也多所示警 那么是否已经有动武的前兆 为什么会这么提问呢 最近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民众抢买物资 传出有攻打台湾这样的一个相关讯息 但是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却又澄清这项传言 怎么样来看呢 是测试外界反应还是说被有心人给利用呢 或许我们就先从这个消息道理从何而来 来做一些观察好了 郭强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几个面向来谈 那我先讲这个导火线 导火线是那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 他不知道为什么在11月2号那天 他公布了一个通告 他是用那种比较和缓 接近劝告的语气 他建议中国大陆的民众可以适当的购买一些物品 日常用品在家里面适量的存放 可是我们知道官方他做这样的宣誓 民间就会做扩大的解读 那有了这个扩大解读之后呢 大家就觉得啊 这个是不是这个大陆要去攻打台湾了 而且大家又看到这不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公告 是中央政府 是商务部 大陆商务部的这个公告 大家就有一些人就信以为真了 然后加上这种模仿效应 然后有一个人买了 大家就跟着去买 最主要还加上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武统台湾的这个背景 好那我讲最近的这一个就是那个商务部的这一个公告 那这个公告一出来之后 马上就引发了这个很多效应 像我知道的东北 那个辽宁啊 还有麒麟啊 黑龙江那边 尤其是像那个沈阳啊 大连那些地方 有的人买了那个面粉还有米啊 买了二三十袋回家 然后罐头啦 还有一些什么那种腌制的那种笋子啦 然后北方人 特别是东北人喜欢买那种大白菜回家过冬 这是他们以前就有的习惯 但是有的人居然买了可能有几十公斤上百公斤的菜 白菜买回家去囤 这是东北 那在华北的一些地方 还有在西北 然后南部 比方说像什么浙江啊 江苏啊 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 那其实这个导火箭就是商务部的这个公告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往前追溯 那商务部这个公告 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效应 其实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从十月以来的一连串的表态 那我们知道这个十月一号二号三号 这个头三天 他们不是派了一百多架的这个架次的这个军机来绕台吗 是的 然后秦亥一百一十年十月九号 秦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 那习近平又讲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话 嗯哼 然后后续呢 又因为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他第一个是在十月十号中华民国国庆日那天说 两岸互不隶属 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后面又加上了他跟CNN有表明 嗯哼 有美军在协助训练 嗯哼 这一连串的事情 就让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媒 开始在这个网络上在电视上面喊打喊杀 各方都来表态 然后呢 他们又刻意的举办一些军演 嗯哼 这种演练的画面又在这个电视上面传播 网络上面传播 因为有前面这些事情的铺垫 再加上最后的导火线 就是刚才讲的 商务部11月2号的这篇公告 所以才造成了大家在各个这个超市 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守在那个农粮工厂 就是做面粉做银的这个工厂的门口 嗯 在那边排队 还把人家门口围起来 然后他们就讲说他们要来买面粉 这个画面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这些这个现象就是代表说 中国大陆呢 他在网络上面 他刻意的啊 做到这样一个想好像想要这个威吓台湾的这个气氛 嗯 可是呢就套一句这个大陆官方常常讲的话 就真的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 然后有一些大陆的民众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网络上面就就自己很自嘲的 奇怪不是要打台湾吗 嗯 那怎么搞的好像是我们要被打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 中国大陆的那个中心社发了一篇非常荒谬的这个报道 说台湾有在抢购物资 嗯 好 然后就说这个台湾是因为怕武统去抢购物资 其实不是 他放的那个画面是因为大家要去排队去花那个五倍券 台湾最近不是在发五倍券吗 大家是要排队要去那边消费 因为有一家商店他们在那边办五倍券的优惠 结果他们就移花接木就变成说 哎 台湾民众为了怕被中国大陆武统 然后所以大家在抢购民生物资 结果 嗯 觉得很好笑的是 连中国大陆自己的网友自己都看不下去 说哎 奇怪 被打的一点事都没有 要去打人的 反而在抢购物资 搞得这个打人的好像要被打 嗯 但是变得怎么样 是台湾要打过来了吗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一种笑话 所以说呢 这个真的硬了他们自己讲的一句话 拿势头砸自己的脚 好 因为在11月2号的时候 中国商务部是有发出这样的讯息 但是呢 可能也引起中国大陆民众的一些恐慌 但是不是要攻台呢 其实10月份我们看到中国军机不断的扰台 的确也让台湾呢 正视这样的一个焦点 所以我们的立委呢 在11月4号的时候 国安局长陈明通 被选的时候 他就关切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两岸真的是要发生战争了吗 国安局长陈明通是说 北京因为要办理冬奥 那么想维持清零 要求民众存粮 跟对台发动战争没有关系 不过中国道路官方 他没有特别针对这个讯息来表态吗 还是有人刻意让他就让这个消息继续传播下去呢 我们可以看到 商务部这个消息公告出来之后 引发这种效应嘛 他们也觉得不对劲了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商务部之前 有一些中国大陆自己的媒体就出来说 这是不必要的恐慌 第二个就是商务部自己 很直白的跟大家说 大家想象力太丰富了 其实他没有明说 但是主要就是讲 他讲的就是 大家把这个事情 跟所谓的武统台湾联想在一起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 这个连笔最后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他居然也出来帮这个 中国大陆政府在欢侠 他说呢 他相信如果要攻打台湾呢 绝对不会是透过 这个商务部的一纸公告来透露 然后呢 这个什么解决台湾问题的 这个主动权 都是掌握在这个大陆的手里面 他不相信目前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这些人都纷纷的出来表态了 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抢购的风潮呢 看起来稍微消弭了一点 可是民间还是有很多人 跑去购买这个日用品 那其实呢 我后来有访问过一些中国大陆的民众 其实他们真的会去抢购的原因 倒不见得是因为要攻打台湾 因为他们也知道 他们之前放花放了几十年也没有真的打过 但是主要他们害怕的其实是防疫 他们怕一不小心我们这个社区就被封了 这个城市就被封了 我仍没有办法出去 那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防疫措施 有的一些那种封闭的措施是很可怕的 那个一个礼拜可能只放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让你出去买日用品 而且只能一个人去买 那你这样你根本是买不到什么东西的 那所以有的人害怕这样子 而且大家又因为冬天天气冷 这个疫情是比较高发 比较会启动爆发的这个时段 所以他们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他们上街去买 然后又加上别人去买 那怕到说自己要去买的话 又买不到了 所以就更着急 然后就引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好 非常谢谢国强带给我们 你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台海是不是军事在起呢 我们倒是要告诉听众朋友 台湾民意基金会呢 在2号公布最新的民调 大概2成8民众基本同意 台海早晚会爆发战争 却有6成4民众不以为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 这个跟2019年同样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所发布的民调 比较发现同意中共迟早会打过来的人 增加了12.1个百分点 不同意的是减少13.1个百分点 那么在2019年11月 有42.4%表示强烈不同意 中共迟早会打过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23.7% 那么两者相差达到18.7个百分点 这是在台湾民意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那么也是谈到有关两岸之间 是不是所谓中国大陆会武统 台湾对台动物呢 我们也提供这个相关资讯 不过谈到疫情部分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我们会来谈 那么在谈这个疫情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关注在那个焦点 在今天立法院呢 还是有相当多立委关注 就是中国大陆坚决 反锁为了台独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探讨 近来措辞也都显得很强硬 上周五把中国大陆官方 透过国台办点名了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 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 是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 不过中文大陆官方 他们如果说是认为说 他们触犯了什么法 那么到底从事哪些行为呢 他们怎么说呢 还有要对他们施予哪些惩戒呢 这个事情其实他们在之前就酝酿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在一些回应里面 有点名过吴钊燮 吴钊燮是被点名过最多的一个人 然后接下来是苏贞昌 然后游锡婚他们也点名过 其实他们之前是分开的这样的点名 但是他们在11月5号的时候 就正式做了一个新闻稿 正式的点名了这三个人 苏贞昌 游锡婚 吴钊燮 然后他们是说 这三个人是台独顽固分子 极力煽动两岸对立 恶意攻击 污蔑大陆 然后谋独言行恶劣 然后又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然后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然后呢 惩治的方式呢 他是说 禁止本人 还有他们的家属 进入中国大陆跟香港 澳门 然后呢 还这个限制 这三个人的关联机构 与大陆有关组织 还有个人合作 然后呢 这个还不允许他们的关系企业和金主 在中国大陆牟利 最后又唠了一句话 说中国大陆要依法对这三个台独顽固分子 追究刑事责任 终身有效 哇 这个话是很重啊 那他们要做的这些呢 其实不外乎是一个表态 一个政治上面的表态 那当然也是要对他们国内的这个民众呢 做一个这个反毒的一个交代 但是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你所谓的制裁 所谓的这个通气 你也只能在你自己的国土上面来做 然后呢 你对这三个人 也许后面他还会再多点名一些人 是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效用的 这些人可以在全球 除了中国大陆 聊港澳以外的其他地方活动 不受你的同属 你的司法管辖权 你也管不到那个地方 你又不能把他们当罪犯来引渡 你也不见得有那个实力 你也不见得有那个胆 那反而 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人 尤其特别是我们比较关心两岸的这个人士 我们都觉得有点可笑的 就是你这样子不是在帮这三个人打知名度吗 就是照他们的话讲的 反而是在主张你 主张台独的这个嚣张气焰嘛 那我们都觉得很纳闷是 你要表态可以 你怎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表态呢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 哑然失效的地方 国际官刚刚提到 这个司法管辖权的部分 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是 引用什么样的法来给予 行政院长苏贞昌 还有立法院长游锡坤 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烈伟 这个台独顽固分子 不过倒是2005年的时候 中国人是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 但是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内容 就提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那么具有中华民国国际者 是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这是两岸的主权的问题 那么对于被列为所谓台独的顽固分子 看到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说这是别国的 那么中共在台湾也没有一天 对台湾指指点点 他为台湾打拼是应该做的事情 不受恐吓 他的女儿就是民进党立委苏巧惠说 那么这从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 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伙伴 早就已经不期待能够住进香港 更何况住进中国 至于呢 也被点名的立法院长游锡坤 他在脸书是说 又上中国新华社新闻了 他的国际知名度好像又提升不少 感觉是蛮光荣的 那么针对这个中共 将苏贞昌等三名官员列为清单再列的台独亡故分子 实施惩戒 陆委会是在5号当天就第一时间强调 不接受专制威权的恫吓威胁 将对中共对台恶意举措等事态的发展 要演绎事实采取必要的反制 那么到底有哪些反制作为呢 我想呢 在台湾方面还有相关的一些焦点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 继续关注 好这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感谢中央社助北京记者邱国强 先告诉我们 中国大陆要攻打台湾了吗 以及中国大陆官方最近呢 将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立法院长游锡坤 外交部长吴钊燮 列为台独亡故分子 那么说法是什么 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怎么样解读这项讯息 带给我们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就要来关注呢 中国大陆 某些地区疫情似乎又反弹了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防控措施 似乎是非常的严谨 那么严谨到什么样的程度 稍后我们请国强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我是李军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是预防感染 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 接种后请在现场观察15分钟 如果曾因接种疫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则要在现场观察30分钟 接种后如有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严重过敏反应 或接种后28天内出现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 下肢肿痛或皮肤有出血点等 请立即就医 并告知曾接种COVID-19疫苗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2R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 人在北京的中央社助 北京记者邱国强 而持续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疫情 其实我们关心到中国大陆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年多来 大致还算平稳 不过偶尔会出现反弹 7号的时候 就昨天的首一共新增 65例的本土病例 跟34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到7号 中国大陆者报告确诊病例 一共有9万7823例 但是我们关心到 最近北京的防疫措施是升级了 那么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 因为中国大陆这一波的 这个本土疫情 是10月中的时候 是因为有一对夫妇 上海的夫妇 跑到这个西北内蒙 还有甘肃那边去自驾旅行 那疫情是从那边开始传出来的 这一波疫情就蔓延到目前 已经是20个省区了 还有自驾市 中国大陆总共有31个省区自驾市 已经超过20个了 换句话说 已经蔓延到三分之二个中国了 那这一波 然后再加上那个从黑龙江 跟俄罗斯 隔着黑龙江相望的这个黑河市 也就是我们台湾地里克本尼的这个爱魂 他们现在叫黑河 这个地方呢 又爆发了 这个疫情跟这个西北的无关 这个黑河的疫情是 因为从俄罗斯那边 就是图方便 然后他就走过这个 结冻的这个黑龙江江走过来 然后把这个病毒带进来 结果这个黑河那边 200多个人感染了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疫情就构成了 本波疫情这样子的蔓延的情况 那我们回到北京这边 北京目前啊 这一波是完全来自这个西北 这个疫情 到目前为止 算是稍微控制住了 这个但是感染人数 也已经到了39个人 即使是39个人 他在北京因为这个首都嘛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大陆11月8号 要开始召开这个19届六中全会 然后再加上明年2月呢 又是这个冬奥 北京冬奥冬季奥运 所以他们这个是鲁林大敌 鲁林大敌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他们的媒体有报道 有两列这个高铁列车 一列是从浙江开过来 一列是从上海开过来 因为呢 这两列车上面 各有一个这个列车服务员 他们之前有跟这个西北 这个旅行团被感染的人 有接触 因为这个被感染的人 有搭他们这两个人 服务的这个列车 他们两个就变成这个密切接触者了 那结果因为这样子呢 这两列车上面 从司机到乘客 还有所有的这个随车服务人员 我记得这两列车加起来 总共是346个人 有一列车是在这个河北 一进河北就停下来 有一列呢 在济南 山东的济南就停下来 所有的人下车 就地隔离14天 隔离完了再进北京 因为我有大陆的朋友 的亲戚 就在那个上海来的 那列列车上面 现在还在那个河北的 那个藏州那边隔离 就地隔离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那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他们的那个 社区管控 这个疫情的这个管控 只要有发生这个病例 他们管控是非常严的 就变成这个致敬不出 然后你进去了 你就出不来 然后呢 就是按照这么过去的 这种模式 一家人 只有一个人 每个礼拜 让你有一天 然后出来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去买日用品 其他的时间 你们家的这个所有人 其他所有的时段 你都没有办法出来 稍微轻一点的呢 就是做这种 很严格的管控 不许外人 进到这个社区里面来 也有这样的这种管制方式 那这个北京的西北郊 有一个行政区叫做昌平 因为昌平就占了 这39个感染者里面 超过一半 所以说那个昌平那边的 这个管制是 算是如临打底的一个状况 他们发明了一个名词 叫做时空重合 什么意思 什么叫时空重合呢 就是说你跟这个确诊者 如果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你是在他所在的那附近的话 你就有可能会被列为接触者 或者是次接触者 然后如果这样子 你人又在这个北京以外的地方 北京市政府在前几天 曾经有下令 让这些人暂时不要回到北京 大家就杀了 因为有的人根本没有待过疫区 有的人可能只是打火车路过 结果就没办法进北京了 要买票 没办法买 有的人是买了票 不准进站 因为这样子 后来他们有出来道歉 北京市政府曾经 有针对这个事情出来道歉 但是你可以看 北京其实它是一个 两千多万人的一个大城市 它常住人口 大概已经接近整个台湾的人口 大概就两千万出头 那它其实只有39个人感染 可是它为了39个人感染 它弄的整个城市 这样子如临大地 那当然它对防疫这方面 其实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对比方说 这个社会的活动 经济发展 其实是造成不小的一个阻碍 就像北京最近的一些 这个大型的这个展览会 活动都取消了 那这些当然都是保障 这个首都的这个安全 因为这个首都 它是他们的政治中心 政治中枢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 这个中共要开这个六中全会 然后这个明年2月的 这个北京冬奥 那他们自然要做这种 比较强力的这种防疫的动作 对北京是一个政治中枢 高官很多 那2月北京冬奥 那之前日本办的这个奥运 其实疫情反弹 或许中国大陆也是会特别的警戒 当然就说中国大陆 如果以比例来看的话 比如说北京 两千多万人口 就39 这比例很低 但是他们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采取所谓 一个都不能出现 就是零容忍清零 所以他们也要这么严格来做 像台湾如果说 在哪里发现一个确诊病例 顶多就是通知 可能接触或路过 自主健康管理 或赶快去做快筛 或核酸检测而已 但是中国大陆这个做法 专家怎么来谈 他们怎么样来面对 一年多来这个疫情 现在很多国家 好像没有办法 拿到这个零确诊 台湾现在是本土零确诊 境外移入而已 那他们的观念做法 是怎么样的思维 他们的这个学者 我们知道之前 有一位上海的这个防疫专家 叫张文宏 他曾经有就是说 这个清零政策 是不是要检讨 结果有一堆人这样子攻击他 甚至还有人指称 他论文是抄的 就这样子攻击他 大有一副想要把他整去坐牢的那种态势 后来还好他没事 可是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些比较清官方的 像钟南山这样的一些人 还有他们官方的人 统统都是坚持清零 大概是前几天吧 他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就有问 他的回答就是 一样他们还是要坚持清零 那他们为什么要清零 其实这个是跟他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信任基础 有一定的关系啊 因为你在一个讯息不是那么透明的一个社会 你只要有风吹草动 你只要有人确诊 都会引起比这个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更大的一个效应 当然啦这个是有一点是见仁见智 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人 他可能他是比较崇尚个人自由 他甚至很多人是不愿意戴口罩 还有些人是不愿意去打疫苗的 那这些事情坦白讲 特别是不愿意打疫苗 这个在我们台湾还有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眼中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他们因为这样子 其实你就看到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的这个疫情蔓延是只要一蔓延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你看啊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啊 因为这样子的这个管制还有这个自律啊 基本上这个疫情都算轻微 但是呢中国大陆跟西方国家来比是另外一个极端 当然是防疫 但是他却采用了很多是限制这个民众移动自由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也许他真的是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清零的效果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显现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大概从第二季第三季之后 特别是第三季下半年开始 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成长持缓的一个状况 那全年的这个经济成长呢 也并不是很乐观 然后呢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很多商店啊 很多都关门了 这感觉上是跟去年前年来比那个光景是的确有很明显的变化 这些呢其实是中国大陆可能需要思考的地方 当然防疫是 这个是维护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的安全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就是说社会的这个发展 还有经济的这个活动啊 其实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部分 是但是中国大陆似乎是做了决定 不光只是这个专家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的副局长吴良友 6号在一场有关疫情防控记者会上 他还是被问到中国是否考虑放弃影响经济发展跟民众便利容忍政策 他就说了中方会继续坚持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要阻挠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屏障 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那么这也是中国大陆在执行防疫政策 是非常严厉严谨的 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 我们在今天呢 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大陆可能会对台动武吗 为什么官方还特别出面辟谣 还有最近中国大陆的国台办 点名了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坤 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 列为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 要实施惩戒 基于谈到中国大陆的防疫的这个清零的做法 那么到底严格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三大的新闻焦点 非常感谢中央社 祝北京记者邱国强 今天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国强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IG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玛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